内科林茂新医师 主动脉瓣膜狭窄 耗发于65岁以上的长者 如果不积极治疗 会导致心脏衰竭 以及增加猝死的风险 除了传统的开心主动脉瓣膜 致患手术 新兴的经老管主动脉瓣膜术 目前健保也有开放 有条件的给付 患者可以跟医师讨论 也请配合医疗团队积极治疗 台湾百多利关心您 整天加班工作 想要钱滚钱 你有更好的选择 群艺母子基金 自动用钱帮你工作 群艺母子基金 利用基金养基金 达成投资商费效率 群艺母子基金 申购零首需费 速洽群艺投信 02-2706-97基金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印象月公开说明书 妈咪我放学了 为孩子选校园 先给他优质家园 北投树山丘 临近维哥中小学 近三千坪大基地 私家大花园 樱花 桥木 樟树 还有好漂亮的花 捷运红线最美的家 李天朵美学中原二至三房 全新食品屋邀您鉴赏 02-2897-9888 这是我的家 树山丘 深思可可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来自于欧洲的消息 欧洲一位央行的官员说 不排除2023年加息的可能性 连欧洲都要加息了 欧洲 这个是一个负利率的地方 现在目前看起来也是感受到 25年来最强烈的通膨 德国现在目前的CPI超过6% 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 整个欧元区的CPI超过4% 这个是25年来欧洲感受最深的一个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压力 另外美国也是一样 美国现在目前的CPI6%多 也是30年来最高了 另外我们看到欧洲央行的行长 拉加德说一旦升息条件得到满足 将毫不犹豫采取行动 这个话有点鹰派了 过去拉加德都很鸽派的 你们看到现在目前来自欧洲的消息 拉加德有开始跟鲍尔一样 慢慢要转鹰的味道 不过他也这个鹰派的这个说法 同时也放一些歌声 他说欧洲央行极不可能在2022年升息 所以一方面告诉你明年不会升息 但是一方面也告诉你 只要升息条件满足 会毫不犹豫采取行动 这个基因且割的说法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联准会最新的消息 有联准会的高官又放话说 这个QE TAPER明年1月就会结束 如果明年1月结束的话 12月的议席会议上面讨论 要加速TAPER 可能会是超出市场预期 因为一般市场预期就是说 会到300亿美金 现在目前是150亿 如果是300亿的话 大概明年第一季会结束 三月份结束 提前三个月 原本是六月 提前到三月 如果说一月要结束的话 那不是一个月就要减个 减个五六百亿了吗 真的会到这样的一个极端的情况 或者说这么激进的情况吗 我是蛮保留的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 300亿应该是一个比较可信的说法 不过不管怎么样 12月的议席会议很重要 会是金融市场另外一个考验 所以我们今天赶快来谈 Smart这一期的封面报道故事 叫做迎战升息年 2022年的投资指南 到底在升息年下面 我们资金配比布局该怎么做 我们同样在YT上直播 听众朋友您上YT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画面打98新闻台 可以搜寻 我们请到了致富月刊的社长林振峰 在我们节目现场 振峰你好 莫尔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事实上其实今年已经有很多央行 开始升息了 比如说亚洲的话 韩国已经升两次了 八月底升一次 然后最近又升一次 韩国已经把利率拉高了0.5个百分点 另外巴西央行升最多 另外我们看到 其实还有一些欧洲的小国央行 也都升息 总共算一算大概十几个国家 开始在升息了 事实上因为物价涨得这么厉害 之前当然就是全世界主要还是看着Fed 在处理这个通膨的态度 那我们也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通膨很厉害 可是Fed就是报就一直要硬说 没有这只是短期现象 那最近可能当然因为就任期确定了 就讲的就比较激进一点 所以Fed最近的转变 是也是在市场整个预期之内 所以市场也没有因为他这样的 比较更鹰派的说法 而有太多的紧张 只是说我们刚才 穆华哥刚才讲 就是Table这个会加速的进行 然后明年的升息的幅度 可能也会比预期的多一点 本来大家预期是明年一到两码 然后两码机会当然比较大 但是现在几乎讲一码的人都很少了 现在都是以两码为主 但是甚至甚至到了年底的时候 可能都到第三次升息的这个机会 所以这个整个来看 就是明年的这个利率的这个展望 升息这是确定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看 就是说那在这个升息的情况之下 你的资产布局是要怎么样比较好 那我们可以简单跟大家大概说明一下 他就说其实按照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 在美国在升息的阶段 除了升息未确定的之前的这个阶段 市场会有一点波动之外 如果进入到一个慢性的逐步升息阶段 只要市场没有因此而大 企业出现大的获利衰退的话 美股正常来说还是会比较强势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大体上来认为 明年的强势的股市 第一个选择当然就是还是美国为主 特别是美国的这个几个龙头的这个企业 尤其是科技为主的企业 他们的全球竞争率仍然是全球最强 那明年美国的获利成长率呢 现在预估来看呢 也可能可以高达9%到10% 这个也是全球最强 明年全球企业获利的成长预估也大概在7%上下 那美国是可能可以达到9%到10% 那在这个情况下 加上资金有回流美元 因为升息回流美元的一个趋势 所以在这个美元美股都一个 美元资产都双重的带动下 明年当然可能最看好的就是一个 美股是一个你优先必须要留意的资产 那另外一个还不错的股是可能 应该在台股可能也不会太差 因为过往的经验里面是 只要是美股的表现不太差 而且是在美国带动升息的阶段情况下 台湾只要没有碰到特别差的意外的状况 那台股应该也会有一定程度的表现 但不过还是要强调是说 因为资金还是第一优先是流亡美国 所以台股可能表现不见得会有像美股这么强劲 但至少是一个相对一步一趋的一个脚步 可能是是有的 这样好 所以也就是说从Smart的角度来看的话 明年美股台股都不看淡 对 那但我有听到市场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说虽然说台股美股明年也不看太差 但是市场的预期空间也不会太大 如果就纯旧大盘指数来讲的话 现在比如说几家现在证券投顾出来的数字 赵峰投顾说八万一万八千五百点 对 那另外富邦投顾说一万九千点 他们都看得蛮保守的 就是说如果以现在目前一万八千点来看的话 一万八千五百点 才多五百点而已 对 那富邦说一万九千点 那也不过就多一千点 一千点连个各位数趴数 对不对 其实就指数来看 我觉得现在比较为难确实是在这里 就是说就指数来看 他可能空间不会很大 当然就是说除非你年底真的是到12月底 你就是一万八千点起跳 还是说年底的时候 会稍微退缩回来一点 因为如果假设只到 目前大概一万七千五百点左右的话 今年的整个台股的涨幅也是超过20% 所以即使他在年底前有修正回来一点 让那个基期稍微低一点的话 那明年可能指数幅度会大一点 但个股表现可能会差异很大 过去两年的比较特色的情况就是 几乎就是鸡犬升天的状况比较多 只有少数特别弱势的股票会差一点 不过过去两年有趣的是 就连相对弱势的 就是说旅游业或者是观光业 也没有真的很差 也在大盘整个带动下 你去看有些观光股像熊师 他除了在这个疫情期间跌越特别深之后 他反弹起来也没有很差 所以也就是说整个股价也没有很差 也是回到大概差不多就是疫情那波下跌之后也回来了 我觉得他们比较筹码面 对 所以说整体因为市场的资金面的就是这么的充沛 就现在台股的资金面大概就是过去30年来最充沛的一个阶段 所以在这情况下就是除非你个股真的状况非常不好 那不然的话大体上都表现不会太差 那明年的话我觉得就分歧性比较大一点 比较领先就是在科技上面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 或者说还还有一些涨价空间 比如说金元代工 明年大家就认为说金元代工这个明年可能都还会有继续涨价 因为公平应求的状况还是持续在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是像这个ABF就是载版的这个部分 那因为主要也是因为它也是配合因为半导体的需求 尤其是高效能运算的这个需求 这些高阶的需求比较大 包括像电动车 包括像这些资料中心 它这些因为都大量需要图形晶片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这个辉达业绩就知道 辉达业绩真的简直是好到一个不行 那这种情况下像ABF载版这种 所以大量运用在这个高阶运算使用上面的 配合晶片使用的 它也会有相当不错的需求 虽然说它股价涨不确实是很大 但就是说市场的需求是在 只是说这个股价的波动性 这个是大家稍微注意一点 好所以看起来就什么从正风角度来看 已经告诉我们有至少三个产业 大家可以注意一点 台股的话 但还是集中在半导体 还是只要科技业 第一个晶圆代工的部分 不管八寸或者十二寸的晶圆代工 这个承受制程到高阶制程 那当然互之欲出就联电台积电 这些应该都不会寂寞 像包括像联发科的需求也是都很强劲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ABF载版 对 好还有我看到你们也有写到这个裸晶圆 对对对 就细晶圆的部分 也就是整个半导体的制程的 就是在前端的这个制程的部分 从这个裸晶的部分一直到代工 这个部分 甚至我们说第三代半导体的需求 也是慢慢的出来 只是说第三代半导体 因为它这个业绩还没有明显反应 但是涨幅是确实是已经很大 这个是稍微要注意的 好 那这个是台股 美股你们也是看科技股 龙头股为主 对对对 那当然 在升息的趋势下 美股的金融股还是会有一些表现 不过它通常就是 不是大盘的主流 它就是跟着整个经济的表现 有一定的上涨的空间 那部分的原物料跟这个 跟地产相关类股 也是在这个经济的条件下 会稍微在 也会跟着市场上来一点 只是它并不是这个成长力道 最大的那一块 另外我看到你们有特别讲到医保 对不对 你们觉得医保是因为都没涨到 就是落后 事实上大家一定觉得很错 说医保应该前 这一两年应该是涨翻了 其实那完全是无畏 就是跟疫苗相关的 跟防疫相关的有涨到 但是真正的一般的医疗保健股 其实这不管是台湾也好 或是美国也好 其实都没有什么太涨到 你真的去看 台湾虽然那些口罩股涨翻了 或是做这个额温枪 或是零件的这些涨翻了 可是如果是真正是去 制药的或是这些保健相关 他们其实这一两年 并没有很大涨幅 还有一些医院设备 设备器材的 这些也没有很大涨幅 甚至都不太涨 那这些原因就是说 其实是替代性的需求排挤掉了 因为大家把焦点或资金 都放到疫苗 或者是跟疫情相关的 那其他的 就我们知道吗 有很多人现在一般小病根本不敢去医院 因为就觉得风险大 所以就导致他的需求反而降低了 好 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就医疗保健的那个部分 就是他有一个补涨保健 非必要消费是不是 对 非必要消费 就是汽车 主要是汽车 汽车因为它落后的比较多 它主要是缺晶片 明年晶片应该不会那么紧绷 听说最近 你要买冰市到等六到八 对呀 现在有钱那求人家给你车 等一下我们可以讲 还有提到瑞茨吗 对 瑞茨你觉得 听说没有可以买什么瑞茨 哪一方面的瑞茨 其实现在大部分就是全球型的瑞茨 全球型 因为现在大部分有ETF 它有ETF啦 就是像那个Vengar的那个 它的那种 那支叫VNQ嘛 它就是Vengar的这个不动产的ETF 那支很稳健 蛮不错的 VNQ 它的代号是VNQ VNQ 对不对 代号的时候 另外就是全球型 虽然是全球 但大部分是美国的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全球型ETF 都是美国 五位租的地产 全台区全市 大数料局及圣证合作通路 在手中 电动车 元宇宙 商机大爆发 投资美股 您还能透过 物委和交易吗 全域期货美股 他都不讲话 然后默默的又300人 再看 为什么今天都没有人 今天好安静喔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能问到吗 天气人不想讲话吗 琳达你好 琳达出生了 为什么今天只有琳达上线呢 其他人都是去吃汤圆了吗 哈哈哈 我是谢正伍 为您推荐 看直播还不少 将近300位啊 潮连首风 板橋文化大道 巨富新帝王 35层摩天地标 全览合景 城市 天际 三大盛景 SRC 钢古建策 San你好 一桥一站进北市 台北人移居首选 将此睡战 所以我们要呼叫他们一下 他们才会献身一下 不要再浅水了 赶快浮上水面 不然快口气 海里的星星 比较吵的 今天都没来 就设不上来 好 我们先上 来 来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访问的是 Smart支付月宽 林振峰社长 振峰在我们节目现场 同时我们也开放了直播 听众朋友 您上YT 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 振峰刚刚跟大家讲说 这个从Smart 采访的角度 综合的一些各方的看法 认为明年 其实台股美股并不看淡 只是说 这个指数空间 我看到 一般现在目前预估是有限 因为毕竟基级都不低 那基级不低的情况之下 可能我们就特别要去 这个选股不选市了 对不对 选股的话 刚刚也谈到 还是以科技股为主 如果台股的科技股的话 特别有讲到说 晶圆代工 细晶圆 裸晶圆 还有包括像是 IC设计的龙头 生货 你可以看到在宰版的部分 那这其实今年都是 当红榨纸机一整年了 明年看起来 他们还有涨价体操 那美国是以科技巨头为主 那另外呢 这个 刚刚我们也谈到了 就是说 医保的机器比较低 医疗生计保健基金 它却补涨的空间还是存在 对 所以这些都可以提问 我觉得明年应该大家可以做一个 所谓的资产配置 对 这个资金稍微分散一点 这样子你可能走这个路会比较整个安稳一点 因为今年大概就是集中火力 就是说你买的是美股的重量级的股票 或者是有很多人买了特斯拉 今年大家都很开心 或是买了辉达就更开心 那但是明年当然就是会比较平均一点了 这是一个 就是全面性的迈向复苏 尤其从美国升息 你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一个全面性的复苏 费的财感这样的做 那你们在采访过程 有没有什么投资机构 对明年市场发出警讯的 就认为说 哇小心啊 明年搞不好会大震荡啊 应该是说 今年的采访跟去年采访 有一点不太一样 就是去年在采访的时候 大家一直都说 明年不用担心 反正一定是很好的 今年啊 就是去年年底的场 因为基期太低了嘛 所以2021年一定很好 所以大家都不用怀疑 今年采访的时候 大家的态度就是说 我们大体上觉得明年 应该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在这个省 就是说在乐观中呢 你要保有一点点省盛 因为可能呢 因为市场并不是那么的 基期那么低 所以在股价高的情况之下 它比较容易受到一些 特殊事件的影响 比如说假设 我们又来了一个更新种的病毒 现在是那个Omicron嘛 对不对 那下一次也不知道 Delta之后是Omicron 那再下一个 不知道会是什么 这种意外事情发生的时候 可能都会让市场上 有一点点震荡 甚至如果Fed突然 真的如我们 我们刚才前面讲说 可能不会那个Table 不会进行那么快 但它突然到一月 跟你说 我完全停止购债 当然也不是 就几率虽然不高 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 那一旦发生的时候 也许市场会震一下 那这个是属于 因为在极其高的情况下 的一个风险 不过它整体的 经济的表现 跟企业获利的表现 看起来还是比较正向的 就是说 在比较稳健的经济成长基础 私下会保护住 相对的这个短线波动 不会因此太 有太大的一个偏颇 好 所以今年就是说 你们采访 感觉各家对明年展望 就稍微再保守一点 就是保守一点 但是它还是倾向 总体态度是相对 是乐观 只是没有像去年说 不用担心 明年 因为前年基础这么差 实在很难想象到 基础可以更差 那既然相对这个 感觉上比较保守一点 可能就我们在投资上面 我们也要在 在做得更四平八稳 是是是 所以我们刚刚在 广告中我们也谈到 就是说 可以大家可以布局一点 瑞士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讲一下 就是瑞士有个特色 它就是通常连续涨了几年之后 就突然会碰到一个坏事 然后就大跌一次 然后接下来又再连续涨了几年 那这一次刚好就是 疫情就是一个坏事 让它大跌了一次 然后接下来呢 今年其实瑞士的涨幅 比这个S&P500还大 S&P500今年大概就到 目前为止大概涨了 大概26 7 这样到28 那事实上瑞士已经找到29% 那通常瑞士也不会 只有涨一年 很少过去历史来都是会连续的涨上 只是说可能不可能像今年反弹幅度那么大 今年主要是因为去年太差了 那明年大概就是比较稳健 那今年的瑞士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他主要的这个瑞士的布局的 都是一些跟科技相关的 比如说一些5G的电塔 或者是说一些资料中心 就server的中心 他们用的这些设备 那比较不是那种什么商用 不动产的比如说购物广场 或者是公寓 这些因为都受到运行影响 复苏的比较慢 但是明年呢 可能刚好就倒过来 就说这些资料中心 或是电塔的需求还是不错 还是会持续强劲 可是他不是租金涨价的重心 明年租金涨价中心 是所谓的住宅区的这个公寓 或者是说这些购物中心 因为他们终于好不容易 可以从这个前一年 过去这一年多来 这个不低迷之中 慢慢的开始有一些 因为受到受惠于经济 热弱开始有些调长空间 那其实从今年大概 大概六七月开始 这些租金就已经一路在往上了 到目前为止都是这样 好 所以瑞士 预估明年还能继续好 对不对 对 那好的话 我们投资人 你会怎么建议这个瑞士的投资呢 我觉得其实我个人来讲 来看啦 就是说你在资金的比例上 那你可以把它当成 瑞士就是当成是你的核心 抗通膨的一种资产配置 那我觉得你配置个10%到20% 都是不错的 因为股票本身 其实就已经是一个抗通膨配置 但是只是股票 它还是比较波动性稍微大一点 但是在一个相对稳健的10%20% 甚至如果你有一些 是比较讨厌波动型的人 那你可以搭配的 再比20%再多一点点也可以 但是还是不要超过30% 因为那个就会显得 第二过高有一个坏处是说 如果这个市场的企业获利 表现真的比预期还强劲的话 那其实你有可能会 错失掉一些成长性的 这个报酬空间 那也是一个机会成本 好10到20%了 这个也不要压身家 当然 大家可以注意一些瑞士的ETF 是 或者说有些瑞士的共同基金 像瑞士的ETF 我们说现在大部分你去买全球型的瑞士 它其实都是以美国不动产为核心 虽然它叫全球型 那美国不动产本来就是这波复苏的主流 另外除非有一些是叫直接就点名 它就是叫欧洲型的瑞士 那才是买欧洲 那欧洲这一波也是跟着反弹上来 不过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的经济付出是相对比美国差一点的 所以我们看说欧洲可能要到2023年才要升息 那欧洲明年预估的企业获利成长 大概也是4%到5% 其实还是低于全球了 所以它是比较偏价值型的投资 就在这个成长空间是比较小一点 另外还有这个瑞士的ETF 大家可以去看美国的这个有名的这个Vanguard的ETF 这个不动产的ETF 这个也是市场上很有名的 而且它的这个管理费也很低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参考 好 那综合这么多我们做一个资产配置 做一个资金池 我想这个这次Smart 也帮大家规划了一个蓝图出来了 对 好那至于说在投资风险上面 你有没有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注意的 我觉得投资风险上应该就是要注意到市场上 是不是会有因为利率政策的一些变动 造成了在年代 如果有一些特殊的事件发生 我认为单纯利率变动是影响是没有那么大 是因为大家都在预期中 但如果是在升息的过程中 就加进了一些 我们刚才像说一些新的疫情 又重新再起比预期中的大 结果造成了这个很快的经济发展 又因为必须加强封锁 而经济发展的这个企业获利的成长不如预期的话 那这个其实在我觉得在明年的这个每一季的季报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去重新检视 只要他没有发生这种两三个要素都加总 不利于这个整体的金融市场表现的情况下 我觉得是还好 但是还是不可以轻忽 因为这一两年来看就是总是会有一些 我们大家都没有想象到的是突然发生 然后让你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受挫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 虽然说通膨时期保留现金是最不好的选择 可是我建议大家还是能够至少保留个20%的现金在手上 万一市场上真的不如预期的时候 你有一些回环的空间 好 刚刚正锋有一个很中肯的建议 有20%现金 对不对 也不要全部压下去 非常谢谢 谢谢